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副首相来到日本 跟当时的日本的首相拥抱 牵着日本和平条约的那一天 跟中国产生有缘分的话 还是从2002年开始 就刚刚开始做导演 不是总导演 就副导演啊什么的这个身份 为了拍一部纪录片第一次来到中国 我来到中国之前对中国的印象只有一个 就三国演义 因为日本人喜欢三国演义嘛 有一位非常有名的日本的漫画家 叫小山光辉 他画的一个漫画 叫三国志 两千几百年前嘛 当时日本还没有什么国家的概念 还有文化的概念都没有 所以当时中国已经有文化了 而且有什么战争啊 还有国家的概念都有 所以印象很深 而且当时也对长江非常有感兴趣 因为有赤壁的嘛 赤壁大战 我看漫画的时候很震撼 为什么一个河里面 大家有几百艘船 大家一起打仗 因为日本没有这么大的河 不可能几百艘船一起打仗 所以很有好奇心 第一次来到中国的时候 我下飞机 然后看到了很多汉字 我震撼了 因为日本人也会用汉字嘛 但是日语里面的汉字是 大概百分之三十吧 所以第一次看到这么多的汉字 哇 就一半有亲切感 因为有汉字 但是一半有还是陌生的感觉 还有一个印象最大的点是 女生 中国女生 因为我第一次看到了 这么多素颜的女生 当时02年还没有那么多的女生化妆 出门的时候 但是日本女生出门的时候 我必须化妆 这是一个礼貌还是习俗吧 所以02年到上海 看到了很多很多次元的女生 但是真的很漂亮 我就很震撼了 还有一个点是 一个小卖店的老板 当时我要买个水 然后小卖店的老板 把零钱 我付的钱的零钱扔给我 我在日本从来没有看过把零钱扔给客人的一个小卖店的老板 这中国人怎么回事 这后来我想确认 然后第二天我又去买了 然后开始聊起来了 因为不会讲中文 所以他知道我是外国人 然后简单的英语来交流嘛 然后我问了他为什么昨天把零钱扔给我 他说昨天心情不好 然后他说今天心情好 所以开始聊起来了 你是日本哪的 或者日本哪里好玩啊 美食啊怎么怎么样 然后当时觉得 哇中国人很有意思 因为你也去过日本 应该知道 比如说便利店的服务员也好 或者其他的 他们的服务永远是一样的 微笑 永远的微笑 就像机器人一样 所以当时觉得 哇中国人很真实啊 很随意 就按照自己的心情来做服务 最大的不同的点 非常吸引我 因为长得一样 但是性格 做法 都不一样 所以我觉得 对中国的印象真的很好 就很有意思 彻底我对中国 非常有关系的契机 就是老婆 我05年的时候 要拍一位中国游客 当时的主题是 中国人的爆买 大家知道的是15年开始 但其实05年 已经第一批人来日本 开始爆买了 所以当时我拍了这个装题片 但是我不会讲中文 所以通过朋友 认识了老婆赵平 她当时是留学生 说日语说得非常好 就那个时候 一见钟情了 当时在公司 在我们的办公室吧 在等她 她一开门进来了 然后就 就发光 因为真的是一见钟情 亚洲之美吧 长头发 黑黑的 她的眼睛比较小 我比较喜欢单眼皮的 比较眼睛小的 身高也比较高 因为她是东北人 东北黑龙江 身材也很好 哇 这就是我最喜欢的 长相 她的性格也特别开朗 比较直爽 我从来没有见过 这样的女生 然后通过这个工作的 过程当中 也了解到了 她对工作非常的认真 也很负责任 所以不管是长相 性格 对工作的态度 都信仰我了 然后就 开始谈恋爱了 所以我想知道 我喜欢的人的 我的女朋友的背景 是什么样子 她长大的国家 中国是到底什么样子 从那个时候开始 认真地学习 中国的历史 或者中国的文化 我们公司是 专门拍纪录片的 制作公司 因为老婆的原因 我想去中国 我想了解中国 但是我没钱 大家知道 纪录片的人真的没钱 所以我没有办法 付自己的钱 去中国 作为工作的话 可以供费去 所以我当时 写了很多 关于中国题材的策划 就大学生村官的 还有拍了 世界遗产的那种 文化之类的 而且当时 很多日本老百姓 也喜欢来中国玩 00年到05年的 这五年特别火 因为来中国旅游的 日本人越来越多 所以有关中国的节目 也越来越多 观众也想看嘛 所以我一直想 能不能以一个题材 来展现整个中国的多样化 然后就想到了长江 因为长江的话 横观中国嘛 从青藏高原开始到上海 大城市 农村 少数民族 大自然 啥都有 所以就想到这个题材了 2010年 竹内亮开始为 日本NHK电视台 制作一档大型的纪录片 名字就叫 《长江天地大击星》 影片还邀请了 中日混血的演员 阿布利出镜行走 这个片子拍摄了一年 节目组大概最多的时候 10个人左右 挺多的 毕竟NHK嘛 NHK的非常大型的节目 所以经费比较充裕的 而且我们选择的航拍的方法 因为要展现长江的魅力的话 一定要航拍 但是没有无人机 直升机的话 费用太高了 因为6300公里都要拍嘛 每次都要直升机的话 这个费用太高了 所以我们选择了 动力划伤伞 人飞过去 然后拿着相机飞过去 然后旁拍 当时花了一年 拍了6300公里的 长江的风土人情的纪录片 然后天地大击星的意思是 就是 天是航拍 地是地面拍的纪录片 当时我们拍了 6300公里的风土人情 然后拍了很多人 还是要代表这个城市的人为主吧 上海人的话 当时拍了 比较成功的上班族 虽然剪掉了 南京的话 当时拍了 南京造船公司的人吧 三峡的话 主要是我想展现 三峡风景的魅力 所以我们选择了船长 拍了很多人 当时拍了几十个人吧 几十个主人公当中 对我印象最深刻的人 是刺目 上格里拉的 当时是其实已经选择了别的主人公 因为我们提前踩点嘛 去拍主人公之前 先去拍一下景点吧 风景 然后就拍了 上格里拉最代表性的 标志性的一个风景 哪怕海 景色是非常美的 后面有雪山 特别漂亮的 鱼龙雪山啊 还有其他的各种雪山 然后前面是特别漂亮的湖 然后拍的时候 就偶然遇到了一个女生 抱着羊 一直坐着看我们 但是一句话都不说 嗯 那个女生干嘛的 而且她在一直戴口罩 因为那个地方风比较大 所以她为了挡风吧 戴口罩 然后把那个风景拍完了 我们要走的时候 她问我们 你们是来拍电影的吗 然后就 哦 我们是拍纪录片的 然后就开始聊起来了 你在抱羊 坐着这干嘛呢 就具体怎么样的工作 就是她是当地的藏族的姑娘 18岁 抱着羊 然后跟游客一起拍照 然后收费 5块钱 这样的工作 她觉得抱着羊的话 更会突出那个当地的原生态 而且可爱嘛 所以她觉得 不是我觉得 她觉得抱着羊的话 更受欢迎 我觉得太可怜了 就风大的那种地方 一起坐着等客人 因为当时香格里面没有那么有名 客人很少 好像当时只有我们和一两个客人而已 我们在那拍了一个小时 我看到的客人只有一两组 所以我答应拍照 就为了给她付钱嘛 然后她把口罩加下来了 就为了拍照 那一瞬间我永远忘不掉 哇 就没想到很漂亮 她的名字叫刺母 怎么说呢 这很纯粹的 我应该怎么用语言来表达这个漂亮 大家看一下这个片子吧 没有办法表达这个漂亮 反正就像刚才说的 素颜的漂亮 素颜的美 很朴素的美 然后就决定不要拍那个原来的获选主人公获选 就不拍了 就要拍她 所以不好意思啊 如果万一当时的获选大人听这个 这个节目的话 不好意思 就完全改计划了 因为我们是拍片子的嘛 不行是我 应该她的奖上会吸引日本观众 也有这个私心 后来我跟她拍合影了嘛 她的价格是五块钱 然后我给她十块钱 因为我觉得太可怜了 然后她居然还给我了五块钱 她说坚决不说我 所以我看到她的这个样子的时候 哇 她特别善良 不仅是长相漂亮 所以完全被吸引到了 所以决定就必须拍她的故事 她的背景是什么样 她的家是什么样 她过什么样的日子 过什么样的生活 所以第二天我们去拍她的家了 的确她的家没有那么富裕吧 就很典型的藏族的一个家 虽然很大 因为他们的房子都是自己盖的 都是木头的 然后看到了他们的原生态的一个比较传统的生活吧 因为她是信藏族的佛教 然后每天就拜拜各种仪式吧 就我觉得很有意思 从来没有看过这么原始的生活吧 就像穿越时空的感觉 哇 还在做这样的很原始的生活 什么都没有 他们的生活就是做饭 种菜 然后养牛 养 养鸡什么的 没有什么电子产品 然后我问她了 那你的将来的梦想是什么 这是一个日本人喜欢问的问题 你的梦想是什么 我们从小时候一直被老去问 你的梦想是什么 你的梦想是什么 应该现在中国的小孩也是经常被老去问到 但是当时的字母是 人生第一次被别人问到了这个问题 你现在的梦想是什么 我没有什么梦想 这我没想过 这我没想过 那上海到这里的话要走多远 上海到这里 上海到梦想可能了四个小时 不是吧 四个小时就能到 对啊 好好好 哈哈哈哈 那你为什么问我们这个问题 看见是想出去 对 可以这么说 哈哈哈哈哈哈 上海跟拉萨你比较想去哪一个 嗯 想去上海 嘿嘿嘿嘿嘿嘿 哈哈哈哈 那飞机里面没坐多少个车呀 飞机里面啊 嗯 大飞机差不多快到400车 不是吧 真的 我不相信 你不相信 飞机里面能坐400车 那天上是不是有那个飞机的路 天上有飞机的路 嗯 哈哈哈哈 这个怎么说呢 听到这句话的时候 我和当时的主持人东东阿布利 有这么个念头 诶 他那么想去 而且他配合了我们的拍摄好几天 我们也想感谢他 但是他们也不肯收什么金钱啊 或者东西的话 也不太合适 那我就为了给他们礼物 我把字幕带到上海呗 有这么个想法 就他的问题非常的淳朴 对世界的认知特别小 如果把他带到去上海的话 肯定能拍到很有趣的场景 作为导演的一个直觉吧 要不要跟我们去上海 我不去 为什么我不去 你不想去吗 我不是不想去 你那么喜欢 我就是挺不相信的 对啊 你不去怎么 一个飞机能坐400个人 最大的飞机 你觉得我们在骗你是吗 我真不相信 如果能去的话你想去吗 你没去的话就能去 对吧 你真的能去 然后我跟节目组提到了这个想法 被几乎所有人反对了 被杨玲当时的摄影师反对了 然后被我的老婆也反对了 一个农村的什么都不知道的小姑娘 带到去上海 万一她受了很不好的影响 或者她不喜欢家乡 产生了不好的影响的话 你怎么负责任 还有电影里面也有她的亲戚叔叔 也强烈的反对 绝对不能去 因为我们是从外边突然过来的节目组 不知道我们的目的是什么 一个外国人突然来到自己的家乡 然后把自己很宝贵的女儿带到上海 万一我说我们是坏人的话怎么办 而且是日本人 这什么这个小日本 她一直对我们的态度不是很友好 但我也能理解 所以我们放弃了 然后我们回到东京了 谢谢妈妈 我回去洗的 打热你们了 后来过了一个月左右 已经拍完了结局了 都基本上OK了 所以开始看素材了 突然当地的政府的人 当时帮我们协调的当地政府 给我们联系了 她说 字母可以去上海 啊 可以去上海吗 那就决定 就必须去 然后就我们重新从日本飞到上海 等她来 后来听他们说 妈妈说服了叔叔 电影里面 我见到那个字母的妈妈的时候 她突然哭了嘛 她想去上海 字母的妈妈想去上海 因为她也从来没有出去过外边 也想把自己的女儿也带过去上海 她拼命地说服了所有周边的人 而且她也没有坐过飞机 所以我特意把杨林派过去香格里拉 所以杨林把她从香格里拉带到上海 我们在机场等她 她从机场出来的那一瞬间 也很忘不掉的吧 没想到她还是穿那个民族服装出来了 我以为她肯定会穿现代一点的衣服过来的 因为上海机场的人 当时也是已经国际化了 但我没想到 她还是穿那个民族服装出来了 哇 很震撼那个画面 还是为何感满满的 她是非常的兴奋吧 一直在兴奋 一直在不停地问我们 这个是干嘛干嘛的 这个是干嘛的 就是一直在问我们问题吧 就好奇 因为都是第一次看的嘛 连机场的停车场都惊讶了 她从来没有看过那么大的停车场 我们到了停车场 然后她说 这个是卖车的嘛 她从来没有看过这么多的车 这个不是 这是停车场 啊 停车场 为什么这么多的车停在这里 都是好奇 满满的好奇 然后我把她带到外滩 看到了很多高楼大厦 当时刚建好的上海的环球金融中心 她一直在紧张的状态 因为她从来没有上过这么高的楼嘛 所以她在电梯里面一直在紧张 她的表情什么的 然后看到风景 就她说 我怎么这么漂亮 怎么这么美啊 我人心中从来没有看过这么漂亮的风景 哇 我不会怕 哇呀 哇 哇 我这样看的时候 那个 那是我 好像 幻想来的 哈哈 你这样一 手放在哪里啊 有感觉吗 先让我拿上 现在在上 现在在上 欢迎来到一百层 参观千万里走 哇 哈哈 不可能吧 哇 太漂亮了 刚才我们在那里是吧 但是对我们来讲 肯定不如香格里拉的 所以别人的家上是我们的天堂 但是对她来讲真正的感动 发自内心的感动 待了三天吧 我们带她去水族馆啊 因为她从来没有看过大海 所以带她去看了入海口 长江的入海口 然后连那个黄浦江都以为是长江 但是黄浦江没有那么大碗 跟长江比的话比较小 但是对她来讲 她以为黄浦江是大海 然后带她去卡拉OK 唱歌 带她去了理发店 嗯 这个节目里没有的 我们也没有拍 我也不想打扰她的生活之旅嘛 所以就拍了一点就结束了 杨林也好 其他的协调也好 到结束之后也一直在担心 万一产生了不好的影响的话怎么办 所以虽然拍完了 但是拍完了之后也一直跟她联系 因为担心嘛 万一后来产生了不好的影响的话 我们也有责任 播出之后的反应是收视率很高 字母来上海的故事是非常打动日本观众 所以呢 后来播出了之后 好多人寄给我信 因为片子里也有展现了她将来想开民宿 片子里也有这个场景 然后日本观众们看到这个故事之后 好几个人真的寄给我们 我帮她出钱 帮她实现梦想 我可以出钱 我想帮助字母 但是我收到这个信之后 我没有传达给字母 我觉得不太好 一下子实现了她的梦想 而且这个不是通过自己的努力 而且她才18岁呢 然后突然拿到了几百万 不太合适吧 真的有不好的影响我觉得 到现在她不知道这个事情 哈哈哈 真的第一次公开说了这个事情 我就怕她会她受这样不好的影响 然后有一天我要拍别的节目 就2012年13年的时候 有机会给字母打电话 因为杨林有她的电话号码 当时也聊了一点点 但是我觉得不应该现在聊更多 所以当时不了了 因为我拍长江天地大际行的 最大的感触是遗憾 我对这个片子不满意 不过深内容 比较浅 因为当时我不会讲中文 没有办法深度的采访 深度的交流 这是一个很大的遗憾 所以呢 当时觉得如果万一有一天 我学会了中文 一定要再去拍她 直接跟她交流 所以当时特意不了了 因为我不想知道现在的情况 要不然下次真的去拍的时候 没有新鲜感了 真的是一直保留的未知的状态 一定有一天肯定会去拍她 我这么个坚定 也是2011年 因为拍了长江天地大际行 所以决定帮到中国 第一个是想学中文 之后的职业生涯当中 如果一辈子我不会讲中文的话 更好的片子拍不了了 所以为了拍更好的中国故事 为了拍更好的片子 我一定要学中文 但是在日本学习的话不行 一边工作一边学习 肯定学不会 所以我决定 必须先把工作辞掉 然后专门学中文 所以想去中国 然后第二个是 我要了解中国人的生活 不仅是语言的问题 我不了解中国老百姓的生活 和想法价值观 所以没有办法拍到更深度的内容 11年拍完长江天地大际行之后 我跟老婆提出来了这个想法 我想一句中国 可不可以 然后当时她强烈的反对 当时我在日本买房子了 有孩子了 有稳定的工作了 该有的什么都有 反而我们在中国什么都没有 从零开始 所以对她来讲的话 风险太大了 所以强烈的反对 肯定不行 后来我花了两年说服她 为什么要花了两年 因为第一 从11年开始说服她 然后过了一年 2012年的时候 突然发生了一个非常大的事情 钓鱼岛的问题 中日关系突然变得非常紧张了 所以呢 不仅是老婆反对 我的朋友也反对 我的父母也反对 大家都反对了 现在这么中日关系紧张的情况下 你移住中国 你想什么呀 然后到2013年 我还是不能放弃 我不想放弃 我真的想学中文 学中国文化 还有一个是我想把日本的文化也介绍给中国人 所以还是执着移住中国的想法 然后呢 后来发现有一个很好的说服的说法 其实 因为现在 住在中国的日本纪录片导演 就只有我一个 但是呢 我知道当时其实有很多 2012年的时候 有很多住在中国的日本纪录片导演 但是 因为发生了钓鱼岛的问题 所有的住在中国的日本人纪录片导演都回来了 所以当时觉得 大家都回来了 如果我去的话 这就是蓝海 这个情况下 我反方上去的话 真的没有竞争对手了 因为我当时 在日本的行业内 作为年轻的导演 当时是三十一二岁的时候 做了很多比较有名的节目 所以稍微出名 所以我有自信 莫名的自信 我应该可以 老婆也不得不同意 因为我太执着了 2013年帮到中国 然后 其实现实没有那么简单 因为我当时是电视节目的导演 所以当时的想法是我跟中国电视台合作 CCTV啊 江苏卫视啊 东方卫视各种电视台合作拍纪录片 关于日本的题材也好 关于中国的题材也好 反正都是关于中日文化差别啊 中日有关的题材 当时被所有的电视台拒绝了 中日关系这么紧张 不可能拍日本有关的节目 哇这个真的当时非常绝望了 我已经一家人帮到中国了 自己日本的房子都租出去了 工作也辞掉了 没有办法再回去日本了 所有的工作机会都没了 当时真的是绝望了 怎么办 所以我从2013年 首先开始拼命的学中文 学习几乎结束了之后 开始找工作写策划 找电视台的人 制片人 提案 然后被拒绝被拒绝被拒绝了一年 之后真的绝望了 我怎么办呀 找不到工作了都 所以我开始接了 日本电视台的火 虽然减少了很多 但是还有一部分 就介绍中国文化呀 中国经济的节目 中国经济费速的发展嘛 而且2010年 中国的GDP超过日本了 从那个时候 日本电视台非常对中国的经济感兴趣了 拍了很多共享单车 Mobike 但是日本没有Mobike 共享单车也好 G-Kubo 刚刚出来的时候 哇 这个移动这幅是怎么回事 因为日本没有 所以很多经济相关的话题 日本媒体非常感兴趣 所以找我去拍 单位日本媒体拍摄中国经济题材 并不是一个稳定的生计 2015年 有一次竹内亮 接了一个东京电视台的拍摄项目 去拍摄一个在中国特别受欢迎的日本人 山下智博 山下智博是第一批在中国的日本人网红 主要在网络上制作介绍二次元文化 他的视频 看到山下智博的超高人气 竹内亮受到了启发 既然主流的电视台不能合作 那么为什么不做自己的视频自媒体呢 要知道在2015年是中国的自媒体刚开始崛起的年代 于是竹内亮几乎和帕皮匠在同一时期 开始了制作自己的自媒体 作为一个传统电视台的纪录片导演 竹内亮有丰富的选题意识和拍摄经验 比素人视频创作者显然专业的多 他的视频系列《我住在这里的理由》很快就收到了优酷 爱奇艺等视频平台的注意 于是他的节目经常得到平台的推荐 获得巨大的播放量的同时 竹内亮也收获了很多的中国粉丝 时间很快来到了2021年 距离上次拍摄《长江天地大机型》已经过去10年了 竹内亮想在这个时候弥补上次拍摄的遗憾 尤其是当年没有拍摄到《长江源头第一滴水》的遗憾 所以他决定再次拍摄长江 2021年决定要拍这个片子 因为拍了武汉拍了华为拍了《大量商》出圈了 所以我有自信了终于我有自信了 就说了嘛 有一天如果我学会了中文 有一天我了解了中国社会 中国老百姓的生活的话 我想再去拍《长江》 我一直有这个念头 现在我有影响力了 有粉丝了 所以可以拍《长江》了 拉赞住了 所以2021年决定要拍《再回长江》 而且当时已经决定要拍电影版 所以2021年开始拍的 开始拍的时候已经选择了电影的画质吧 就4K什么构图啊什么的 都是以电影的标准来选择 因为我有那个十年前的素材 我一直想怎么好好利用十年前的素材呢 而且主要是想拍字母 其实《再回长江》是为了去拍字母 而做了这样 因为十年前的字母的素材这么丰富 如果它有很大的变化的话 绝对有意思 我让同事打电话了 我不想提前知道它的故事 所以到真正的拍摄它的那一圈为止 我一直未知的状态 什么都不知道 然后就终于时隔十一年到了三个月 最大的变化肯定是刺母 环境的变化其实没有那么太大的变化 就变干净了 马路也修得很好 环境变得很干净了 就像跟其他城市一样的吧 发展的比较多 但没有像大城市没有那么大的一个变化 还是自然风光还是挺漂亮的 最大的变化是刺母 还有刺母的家人 他们的思想价值观的变化是最大 第一次见到刺母的场景是 首先我要找它的家嘛 我不知道忘记了它的家在哪 反正香格里拉哪怕海 刚才说的那个最有名的景点附近 我只知道这个了 所以开始找了 然后景点的附近找了找了找了 然后问当地人 就给他们看我十年前拍的刺母的视频 你知不知道它 你好 我们现在找人 刺母 他他叫刺母 你认识吗 嗯 我可能 不认识是吧 这个应该是 是不是这个 不知道 完全变压了 当地人 然后他说不知道 不知道 然后最后走路走路走到半个小时 之后 终于问到了 知道刺母的人 一个小女孩 你好 你好你好 你好你好 我现在在找人 你认识刺母吗 我现在找朋友 他是我的朋友 刺母 就他家了 就这啊 是吗 酒店 他家开酒店了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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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在小女生的一个对面 然后 就发现了非常大的一个民宿 啊 这个民宿是他的家吗 跟之前十年前的完全不一样 而且很干净 他们家门口 有一个牌子写了刺母这个字 还有民宿 诶 这么大 他当时的梦想是开酒店的 你记得吗 对吧 他写信 我的梦想是开酒店 他梦想实现了 哇 不会吧 人情刺母美艳 真的没想到 他真的实现了他的梦想 而且这么大 这么漂亮 暂时的传统的设计 和现代的设计的结合 非常好看 啊 因为他当时是小学 连小学都没有毕业的学历 怎么能做出来这么好看的民宿呢 所以真的 他的设计吸引我了 然后我看着 哇好看啊 好大啊 就看着看着出来 他出来了 诶 小亮哥 你来了 嗨 师傅 师傅 你来了 来了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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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真的来了 笑得你们快来 你好 你好 突然出来了 对啊 我没想到 我还以为是有几个住客过来看缓间来的呢 你没变 我变了 我变了 是吗 对啊 肯定变了呀 他没变 虽然他有点老了 眼睛这边的皱纹是有的 但是还是依然的非常漂亮 他的淳朴的表情是没变 他的善良 没变 哇 终于见到了 但是最大的变化是他的说话 有素 还有说话的内容 还有他的自信 完全变了 原来是十年前抱着杨一直跟客人拍照的时候 他对自己没有自信 而且没有主见 而且没有自己的把控权吧 连自己的结婚都是被父母安排的 那现在完全不一样 他的把控权都是他的手上 11月底开业的时候也 疫情比较严重嘛 就没什么客人 然后就是刚好过年的时候 那段时间就比较好一些 就游客就比较多 然后又是一起一起 然后就五一 这段时间就比较好 就稍微好一些了 来这边请 变了 来这边请 说话也变了 说话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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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吗 真的以前不敢说话 现在说话 来来来来 老板老板 再往上 来来来 走走走走 你先走走 你先走走走 太感动了 快出了 杨哥你也没变 我们老了已经 他对自己非常有自信吧 通过他的自己的努力 产生了一个对自己的自信 所以他的说话也非常快 有自信 而且有自己的想法 很惊讶 就没想到 只花了十一年 人可以改变这么大吗 天哪 太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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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哪 这个可以坐在这里看 可以看 可以看风景 对对对 可以看风景 这个的话就是算是一个套房一样那种 你自己做的 这个都是自己做的 这些家具就是桌子啊椅子什么的 这些是 你设计的是吧 可以说是我设计的 但是我们这边都配了那个地诺 就我们晚上的时候都是会开的 都是会开定的 以前什么地诺 对啊 这么好科技的东西有了 以前就是招木嘛 对对对 是真的烧木 是的 现在变成了装饰了 现在变成装饰了 现在是 我自己想出来了 我自己想出来了 其实十一年 有的人觉得很长 有的人觉得很短 所以 这个十一年真的不容易 他为了实现自己的梦想 首先他去了香格里拉比较有名的民宿 给他们打工十一年 通过打工学习了怎么运营民宿 怎么设计民宿 都学会了之后才开民宿的 后来他说了 我带他上海的这个事情 对他来讲影响非常大 他开阔了事业 他有自信了 他对人生观 价值观通过上海之旅 完全改变了 突《监城》 在军方的都揸点 这 Relax 放进去 放进去 断灭点 他就是 我妈就是太感动了 她说她就是这一生里面 就玩过最开心的一次 就是你们在我们一家去的时候 对 她就说她永远都忘不了哪个 就特别感谢你们这样子 她就是这么多没想到 可以跟你们一起去伤害 就我们一下子都没有想过 其实原来一直拥有这个梦想 后来她说从九岁八岁的时候 已经有这个梦想了 但是不好意思跟大家说 因为一直在小地方长大的 有可能跟别人说也被别人笑 就一个小姑娘开民宿你说什么 不可能 但是后来她去上海了之后 见到了很多童年龄的年轻女生 活跃的女生 就有这个自信了 所以开始给民宿打工了 然后十年打工 这个也不容易 学会了之后 2021年开民宿了 然后我们是2022年去的 所以刚开了民宿 还没过半年的时候 就去拍她了 那你觉得这次拍摄人的过程 会给你跟十年前相比 有一些什么样的不同 或者是你的感触 我的感触是还是字母的一家人为主吧 他们的思想的改变 价值观的改变 人的思想 人的价值观是很难改变的 没有那么简单 但是她的确改变了很多 比如说这个片子里也有这个场景 她对婚姻的看法完全变化了 原来是字母是被父母安排的 其实我们拍她的时候已经结婚了 而且她订婚之前从来没有见过她 完全是父母安排的 这是一个有可能几百年前传承下来的一个习俗吧 父母决定 所以你结婚之前没见过吗 没见过 没见过 那如果长得丑的话怎么办 这个就看不了 那你妹妹呢 妹妹也要 就是不能自己决定 她可以啊 现在不是已经十年后了吗 我们十年前 跟那个 妹妹可以随便谈恋爱 对 我不是不行 我十七岁我什么都不知道 老我三十岁之前我不想结婚 太累了 她这个思想完全不一样 三十岁之前不想结婚 妈妈可以吗 她说三十岁之前不想结婚 可以吗 可以吗 那是她自己的想法 是吗 之前不在这儿 现在她的四十岁结婚 会不会让她出 无所谓 我妈说我们现在四十岁结婚都无所谓 无所谓 对无所谓 几百年的床 怎么会这么十年 就这么短的十年突然改变呢 我也不知道 为什么只花了十年 婚姻这个习俗 价值观想法是很难改变的 包括那个 当时强烈反对我带她去上海的叔叔 她的想法也改变了很多 这次我见到叔叔 他说 可以啊 把她带到国外呗 现在不反对了 啊 可以带到国外吗 可以啊 哇 因为当时那么保守的叔叔 当时已经年龄大了 然后现在年龄更大了 想法的变化 我真的难以想象 真的因为日本的年龄大的人 不会改变的 很少改变 很难改变 但是她改变了她的想法 所以我真的把她带到去日本了 这次先在日本上亿 所以我跟她一起录演 大家非常欢迎 但是呢 她的反应完全不一样 我以为是跟十年一样 她看到日本的所有都会惊讶 哇 日本这么干净 为什么没有垃圾桶 哇 日本的便利店好便利啊 或者哇 日本女生化妆 为什么那么到位啊 哇 日本的出租车司机 为什么怎么怎么样 我以为是这么个反应 结果不是 她对日本没有那么太大的兴趣 尤其是东京 虽然有一点点 为什么日本人的出租车司机 都是老人呢 但没有这样 但是那么的强烈的反应 她成熟了 但是 我带她去日本的民宿的时候 就不一样了 非常的兴奋 我带她去日本的一个 比较偏僻的地方 群马县 一个温泉民宿 哇 她兴奋的不得了 一直在拍视频 一直在拍照片 哇 这个设计好 这个设计好 榻榻米 而且她说 现在中国年轻人喜欢和风的设计 所以我可以借鉴 然后一直在观察 拍照片 她完全变成老板了 跟十年前不一样 所以 我感动了 后来她一直想看民宿 我的目标的话 可能是有设计感更强的民宿 我们一个村嘛 就两户民宿嘛 现在目前 可能三年过后 可能会有个七八个 五年过后可能会有更多 那更多的时候 我希望 我的民宿能做的 更有设计感一些的 就是风格不同的那种 我是这样想的 哇 哇 你的风险好大 那这个民宿都在香格里兰吗 还是全国各地 还是云南各地 这不一定 如果可以的话 我肯定是往 走拉萨方向 走了 这样子 往拉萨方向 这次再回长江 在日本上映的反应是什么样的 比我想象的好很多了 所以拿了日本文艺片排行榜 全国第一名了 这个很不容易啊 因为本来是这个日本 关于中国题材的纪录片 全国上映是 本来是很难得的事情 所以大家问我 再回长江这个片子 你遇到过的最大的困难是什么 其实制作的过程中的确有困难 比如说 在源头那边差点死了 就因为限车了嘛 在无人区差点死了 真的差点死了 还有疫情 疫情带来的很多拍摄来讲 不方便的点也是一种困难 但是最大的困难是发行 因为在日本 纪录片电影本身非常小众的东西 赚不了钱的电影 谁愿意发行啊 那这次你拍完了在回长江 你满足了吗 好问题 不满意 长江这个题材太深了 有很多很多有意思的故事 很深度的故事 很深度的历史 很有魅力的风景 所以永远拍不完 所以有可能永远不满意 就算十年后再去拍 再会再会长江 也肯定不满意 这个也是魅力吧 长江的魅力 永远拍不完的题材 《读内亮》的纪录片电影 《再会长江》 已经在5月24号 在全国院线上映了 如果你想看到更完整的 关于刺母的故事 推荐你到电影院里 观看这部影片 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亲历者自述》的声音节目 故事FM 我是主拜哲 本期节目由我采访 制作人文卓 声音设计文卓 感谢你的收听 咱们下期再见